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来来来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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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来之前 我接了一个两万件茶壶的单子 你回去以后到锦德镇去一趟 工艺复杂嘛 按说不复杂 都是巴棱的 可是 咱们往往是手工炙胎 做出来的茶壶 十个茶壶十个样 北歇的 我来周村以后有个想法 咱们应该在博山建个瓷场 演技英国的智魔机 机器造出来的东西绝不走样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 只是咱们的钱不宽畅 对 咱自己的钱再多也有限 我觉得咱们应该在博山周村等地 公开募股 用大家的钱来办成 这叫风险不担 利润不响 这个办法是好 可是在咱周村行得通吗 在上海行不通 但周村行 为什么 周村是个银迷城市 商户众多 心态开花 再加上前一阵咱们这么折腾 你现在已经是名声大振了 大家都觉得跟你在一起不会吃亏 所以在周村目部肯定行 大利亚 娘 你比上海的弟弟命连大 你到了那儿得让着点她们 好好地念书 别让娘操心 放学早家去 娘 你啥时候去啊 娘有空去看你 好吗 你不是也认几个字了吗 多给娘写信 娘想啊 桂花姐 你放心吧 我都交代过了 是 午餐 我都不赶你 馅 我都要 跟我一起玩 看到 到底有 Mrs Waticky com 你 我都没吃 我都没吃 我都不知道 好 贵茄子 保重 爹保重 再见 再见 大爹 说再见 干爹 说再见 干爹 再见 再见 少爷 少爷 好 走 少爷 少爷 董事长 我还去留下 你自己在这儿不放心 没事 放心回去娶你的亲 定下日子给我来个信 我好派个洗衣电报给你 谢谢董事 今天我爸爸来电报 说你送了套公寓 董事长 这里太重了 我 等以后咱们赚了大钱 再换一套更好的 我问你父亲好了 去吧 好 那我走了 娘 娘 娘 老公 娘 娘 娘 阿甘你也回来了 你也高兴了 就别再抽大烟了 这孩子不该喊上他喊上 把这下停了 你要再抽我踹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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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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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咱只有五千弹剪子 可咱搔出来的厂丝 足抵王家三万弹的价钱 对 差这么多 东宝 来 东家 东家好 咱这是新工厂 不行叫东家 得叫董事长 董事长 这些女工们出来干事不容易 都是街坊 都是姐妹 谁又敢欺负她们 立马给我滚蛋 知道吗 知道了 怎么还拿个辫子 扔了 人不错 这人托底吗 托底 跟了我好几年了 人天老实的 老实 老实 那我怎么看她长得和你一个德行 我就是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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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到底哪个好看呢 哪个都好看 哪个都好看 妈妈 你不太都好看 真的 我是说 在杨先生心里呀 妈妈怎么着都好看 谁比不了 要不然 杨先生娶了那么好的太太 怎么还忘不了妈妈呢 对吧 不知道大力在上海怎么样了 习惯了 习惯了 这会儿啊 我还真觉得身上有点不舒服 你去把我那玩意儿找出来吧 不行 不行 杨先生不是让你把那狗给戒了吗 再说 杨先生一会儿要来看你 要让他看见了 怎么得了啊 哪那么容易就戒了 再说人总得有个伴是不 去 给我找出来 他这会儿看不见 去呀 走 董事长 有个要饭的 在外面非要见你 让他走 你看他来了 你干吗呀 走动 你发灾行行好 你身上有残 没残 那为什么要饭不种地 杨长贵的 您在天上喝干露 不知道地下水多险 租子比那收成都多 这地咋重 你是哪里人 我还奶 四圣 给他五个小羊 拿着 拿着 桂花 瑞卿要把你娶回去 你怎么不医呢 这事也是一言难见 弯到丸子里才是菜 你可得有主意啊 少奶奶 少奶奶 一想起这事 我死的心都有 哎 可是我思见想后 瑞卿也是名人了 人家现在在山海 有头有脸的 要是真的娶了我这个包子 那就耽误了他的名声 谁还找得做生命呢 愿咱自家命不计 生在宝子家 又有炮仲流内处 再说 瑞卿的太太人善 通心疏失养人 跟瑞卿又好又般配 对人好那更是没得说 咱要是但凡有点人味 就别缠我进去了 就这样吧 现在她也天天来 在一起说说话 也是挺好的 我觉得 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似的 只是有时 怕为人说三道四 桂花 只是苦了你自己 桂花 你看 咱也不是外人 我想请你帮忙 少奶奶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这不新城和瑞卿怄气吗 一下子就吃了那么多茧子 可这人手不够 又从高院邹平 招来了一二百娘们 这人是够了 可咱那是旧式的骚法 一天也弄不了多少丝 桂花 我想请你给瑞卿说说 把那茧子收了 给钱不给钱的都无所谓 是 善奶奶 你觉着生意上的事 她能听我的吗 这我可知道 瑞卿啊 她她心里稀罕你 好 好 妈妈 杨先生来了 我不能来啊 表姐 你眼里还有你这个表姐啊 我挺忙 一直没得空来看表姐 该打该打 坐吧 我去泡新茶 我都不知道呢 你赶紧去看看吧 去去你看看 哎 焦白 我听说杨先生来了 怎么着 有什么事 我正要找杨先生 我们的合同到期了 我想把合同续到年底 还请姐姐多美颜几句 在周村发财不 发财呀 这 这钱太好赚了 姐姐就多帮忙吧 行啊 我去给你找杨先生 不准你自己去啊 是是是 表弟 这价钱行吗 用这价钱买茧子 那不是成人之威吗 表姐 这批茧子我不能买 怎么 还有嫌价钱低的 这我可头一回听说 不是嫌价钱低 而是这么做不妥 我看这么着吧 你把那二百多人的工钱给我 算是加工费 我帮你把茧子骚出来 这厂司 比你大筐司 可是贵出十五倍啊 真的 表弟啊 你这是 这是让我在王家露脸呢 行 那爷儿脸儿 准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呢 表姐啊 你说你啊 真不会看眼色 你说我来找桂花 你把我摁在这儿就谈买卖 还不赶紧回家印茧子去 好 我知道 我这就走 我这就走 表弟啊 你能帮助我们建个厂吗 能 过两天我去看王老爷 这种大事儿 就不跟你们娘们说了 桂花儿 我走了 少奶奶慢走 慢走啊 表姐 坐 杨先生 来 我来 杨先生 帮他 搬头想见你 叫他来 我听说 崔广星把王家的书鱼买了 我知道 桂花 你把精灵书鱼卖了吧 大弟去上海 也不知道适应不 你也歇歇心 带着寿椒白去上海玩玩 让志勤陪你们去 不用了 我们俩去就行了 至今还得伺候你吃穿呢 也行 杨先生 咱们长话短说 周村还有撒书役 你带着班子去他们那 咱们在南京定下的规矩没忘吧 没忘 没忘 先月红楼梦一曲 中散去 长袖慢舞 绿柳下 仲差 行相别 最后营业半个月 哎呀 哎呀 真可惜 是啊 太可惜了 真是 怎么 这怎么就 哎哟 这 东家 这干得好好的 怎么不干了 看不到了 这么大的买卖家 跑到周村来开树 看着还挺好的 不丢人了 我估摸着 这消息传到上了 东家 周村一共四个书役 咱已经占了仨了 金陵虽是有新玩意 但是咱三对一呀 杨瑞卿是不是害怕了 杨瑞卿啊 胆挺大 他才不怕的 老爷 老爷 居然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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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 去 老爷 老爷 这都是哪儿来的 听说是还胎来的 还胎怎么了 还胎又没闹灾 嗨 虽说是没闹灾 这税比灾厉害 租资太高了 殿户都不敢种地了 不种地只能当暴民了 饿极了就抢富户 董家 我听说 桓台的县太爷到周存来了 说是要请谢知县 帮忙想想办法 翠爷 翠爷 怎么着 想另找靠山靠崔爷吃点饭 这不难 谢崔爷 伙计 这买卖啊 不能拿嘴狗 是是是 这么着吧 明天晨午会先楼摆一桌吧 这个不成问题 我就是这么想的 小姐 我来 你看你多客气 怕你走掉嘛 林嫂 在这儿还习惯吗 还行 顾老爷 听说桂花要去上海了 我想让她带些周存烧饼回去 没问题 都给你准备好了 顾老爷还给你们家 准备了一百两银子呢 看你多有面子 谢谢顾老爷 尝尝 这是崔广星最好的茉莉大方 我不要喝 为什么 桂花说她人很坏的 人坏茶不坏啊 尝尝 哎 瑞卿 你那么看得见生意 为什么也不开个茶庄呢 以前 你不也往英国运过茶叶吗 明年再说吧 这茶怎么样 一般 一般 比咱们那个差远了 就这玩儿啊 还买十两一弹呢 瑞卿 咱不谈生意不行吗 一谈生意 你就大吼大叫的 就像上了发条似的 是你先说的开茶庄 好 是我不好 我不对形了吧 你听 这十二差又唱起来了 泥商鲜月 红楼梦一曲终散去 清歌漫舞 绿柳下重差行将别 套字怎么样 红对绿 倒是没算离谱 你就不会夸我两句啊 不会说话 不通 还是人家桂花说得对 歪才是有 就是考不中进士 我是不带考 我要是真考 那会怎么样呢 那玩意是难考 瑞卿 你说这书役这么热闹 能赚钱吗 赚大钱了 真的 桂花这俩月 加上土耳其 挣了一万两 这么多呀 那 你为什么让她停下来 停下来不说 还把那十二差 也转给崔广兴了 难道 你这又是计啊 那戏里怎么唱来着 小娘子听我说仔细 只有关门才大吉 秋风那个起买卖那个锡 大雪那个下客上要回家 看你那坏样 好 顾老爷 顾老爷 来了个牙医 还拿着双色棍呢 没事啊 杨掌柜的 这是县老爷的首闸 约你明天早上务必去一趟 好 娘子看赏 杨掌柜的 我打小您就干牙医 咱爷们儿也这么多年了 专业添凉了 给孩子们添件衣服 有什么难处再说话 杨掌柜的 咱没这个规矩 宋叔 咱什么也别说了 就这么着吧 再说我又不让你贪赃枉法 就是叫你贪赃枉法 你也枉不了不是 那是 那是 刘布 告辞 四圣这小子炖羊肉了 什么鼻子 四圣 谢兄 您无论如何 也得劝劝杨瑞卿 收下这些地 还有二年就禁任了 没想到 出这乱子 还是张之洞大人说得好 有利则商来而才聚之 无利则商去必害之 刘兄啊 这事我只能力劝 胆不能强迫 二位老爷 杨先生来了 二位老爷 刘兄啊 这位是本部第一买卖家 杨瑞卿 久仰久仰 坐坐坐 刘老爷 坐 坐 谢了 有人 你才能把那个做的 刘兄 洞子 以刘兄 你以后 你也要买卖家 老师 又要买卖家 一样 你不信 我 是师生 还有这层关系 对 学生也曾想致事进取 攻克神势 多得谢老爷的点拨 无奈家中忽发意外 辜负了谢老爷的厚望 幸亏没有 你看看我 都快急死了 谢老爷 您的大渣学生已然败毒 令老爷就直接吩咐吧 咱先说说这耕税 这耕税啊 是按地面的大小摊的 地多多角 地少少角 一律加倍 我的前任为了显示比他的前任强 更为了自家升迁 连二百里马踏湖水面 都算成了地 这些年就按他的盘子搅的 环台也被他给榨干了 结果他升上去了 可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我 这耕税一下来 当天晚上我就想上吊啊 不翻倍我都年年欠 这一翻倍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这殿户受不了 搁下地 窜了 地主也傻了 他为啥傻了 因为按咱那章程 不管这地重不重 只要这块在侧子上 倒点就得交银子 哎 许多地主撑不住 搁下地啊 直接窜了 他窜了也轻快了 也不用交银子了 可 我上哪弄税去啊 我没法就按大清律籍没收了他们的地 今天我请杨先生来 就是想请您把这些地买下 您办法多 看看怎么能让店户们回去 刚才谢兄说足下精通历史 杨先生 咱中国人简单得很 只要有窝头吃着 就不造反 杨先生 您务必帮帮我啊 现在这事闹得挺大 济南府都知道了 瑞卿 这个忙你得帮 我买了地 这税就归我脚了 不会的 您买多少 我从税册上勾去多少 从此再也不用纳税 就等于没有了这块地 这也不光是为了您 再要照方子缴税啊 用不了半年 环台就能出了红袖权呢 那不纳税上头能答应吗 我和刘老爷联名给周副大人上了书 周大人未来反对种地 他曾说中国毁就毁在种地上 环台周村挨着 周村只要买 他老人家就答应算成商部用地 以后不再缴税研 这倒是个好办法 一共有多少墓地 八千六百亩 刘老爷想要多少钱 我还有两年进任 您把这两年的税钱给我就行 说个数 四万两行不 按说不多 可是我现在没那么多钱 那就两万两 我再给周大人写个东西 最要紧的是把殿户们弄回去呀 这好办 十天之内我准让他们回去 还得抢着回去 有这把握 谢谢 谢谢啊 刘老爷 我没有挤得你的意思 可我现在正在建厂 手头也不宽重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先给你五千 明年一开春再给五千 剩下的那一万两 到明年年底再给您 一准误不了明年的税 这也行 您可把殿户弄回去呀 学生说到做到 好 这地归您了 我可松唤松唤啦 瑞卿 刘老爷来周村多回 我也没钱也请不起客 你在慧仙楼请请安吧 看咱多有面子 一下请两位仙太爷 杨先生 您说的这么有把握 那想用啥法 能说说不 管子说 地辟举则留民处 把那些地 让殿户们去认领 谁领了归谁 还不抢破头啊 地龟殿户 您得什么呀 我就薄薄的收点小税 把那个两万两弄回来就行 一年不行二年 二年不行十年 总有弄回来的时候 我这一事行吗 妈妈怎么样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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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请问二位找谁啊 你就说是桂花来了 我们杨先生不在家 我们妈妈是来见杨太太的 那快请进去 那快请进吧 走吧 董家 你听着啊 每月付给你五百两租银 其他收入与你无关 是是 这条行吗 行 谢崔爷 第二条 只准我辞你 不准你辞我 这条行吗 全庭崔爷吩咐 先支你三个月的银子 也就是一千五百两 其他的年底付清 崔爷 这个换了新厂子 要添新行头 还是先付半年的吧 求崔爷开恩了 行 就依你 按个手要 干一个 半个月以后啊 咱就一个锅里抡勺子了 是 干了干了干 哎 蚂蚱 你别在这坐着了 你去找三愣子 咱那山山书鱼要整修 按金陵书鱼的样子改 告诉他只能比他好 不能比他差 我这我 对 好好好先喝一重 先喝一重再去 好好好 这十二柴终于到手了 十二柴到了手 我这山山书鱼的生意就得火呀 是是是是火呀 你看着吧 不出半个月 我就得把这十二 崔爷 崔爷您多担担点点 这旁边又来了一桌 怎么回事 二楼不是都买清了吗 是啊 二楼我都买清了 让他们滚 崔爷 是谢之仙 还有桓台的刘之仙 还有杨瑞卿 那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那我们是收摊子 还是换地方啊 不不不 他们没让您走 他们哪在隔壁 那好那好 看着了吧 谢之仙都得给我面子 是是是是 谢老爷好 给谢老爷请安 刘老爷 我听说你现在撒书欲 三下里得不少人吧 是不少 文明经商礼貌待客 别争风吃醋 弄出乱子来 是 谢老爷 给个面子 让我请客行吗 你那饭我敢吃 看你说的 还有你 整天撒婴放药子 四下里划了钱 告诉你那十二差 别撒开赤子乱飞 在金陵书欲兴许没事 可一出那门就不保险 真让人给你绑了钱 这都什么酒啊 杨老爷您放心 哪弄的那么一帮酒啊 都是好酒 告诉我 等明年我卸了任 也弄这么一帮子 请 请里面请 里面请 几位里面请 谢兄你真有办法 软的硬的浑的素的你都成啊 佩服佩服 这人分三六九等 对付地老鼠啊 就得浓烟熏 二位老爷 咱吃点什么 可是勾结官府回来了 什么 可是勾结官府回来了 我勾结官府 官府勾结我 他呀只是有利可图 要不他谁都不会勾结的 你们俩又糟蹋了 我不给你们一般见识 领走 来了来了 放这儿 四生 你进一下 好 明天以瑞季的名义贴个告示 好 是 专指那些环台籍人士 告诉他们 每家咱赠送他四亩地 一年一亩地只交一旦剪子 以前朝廷里封官常用 世西网替这个词 这回咱也用用 告诉他们 这地可以世代继承 萧东家 你喝醉了吧 你这是敢摸呀 发财呀 发财 那地是咱自己买的啊 哈哈 一袋剪子多少钱 这八千亩地又是多少袋剪子 呃 虽是好东西 但也不能兜中 啊 韦莫 韦莫 啊 当初朱元璋得了天下 出大告 明令 打击商人和手艺人 不利全国种粮食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至今 我跟你说过的 这喝酒记不起来了 哦 以粮为刚 服饮于丧 对 就是这个词 这朱元璋是要饭的出身啊 他爱饿的时候多 吃饱的时候少 他总怕断对啊 当初他靠着高筑墙 广积粮 晚称王 这种土活落得了天下 以为粮食万能 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连着五年大丰收 落了个古剑家商 明史补仪上就说 万请良田 不若一亩白盐 那一阵子 老百姓都风收风怕了 哎哟 就盼望着闹灾 可老天爷较劲啊 就是风调雨顺 哎呀 少董家 咱这在家里说了 你没考上状元 那才叫取鱼酿 再提这事我提你啊 不说了 你接着说 气死 朱元璋重农一伤 杭州的织机全砸了 为什么 税重 绸缎没了 也没东西往波斯运了 西域商徒也就断了 全国处处是粮食 就是没有钱 同五八年四月初三的行事是 八十斤麦子换一捆葱 八十斤麦子换一捆葱 对 少董家 俺就拿了闷了 俺们都是吃这个周群烧饼长大的 怎么你的记性就那么好呢 俺看这样 等咱们把这厂子建成了 买卖上了正轨 你还是去考考 接着说告示 接着说告示 告示 你这一搅和 我那套词全忘了 你这一送地 那一会儿人还不得一窝蜂地窜回去了 就是要他们窜回去 为什么窜回去 有利可图 那伟墨还要他们继承呢 有横铲才有横心呢 他一看地归塌了 他就好好试弄了 桑树也种上了 尾根也除了 咱就年年到点收茧子了 咱俩 咱俩 咱俩